一批抢出来的是大检阅 继续主动的潜领 那在外侧呢 三匹马上去追啊 就包括了健康宝宝以及梅沃尔 大外栏呢 还有一批走势非常夸张的 就是举杯狂欢了 他很快地抢出来 跟大检阅斗在一起啊 那现在紧跟着他们身后的 就是有特级指示的梅沃尔了 那内侧的位置呢 则是健康宝宝 在后面呢 就有人人手掌 跟得也不错啊 旁边呢 紧跟着上来的是 星池以及青云直上 在后面的位置呢 就是水汪汪了 水汪汪身后啊 内侧的位置呢 是国金银河 外侧的位置则有顶级袖 在后面呢 苏提狂奔的 有坠马的 就是这个顶级袖了 搞得发坠马 然后呢 后面电尾的马匹呢 就是赌一把了 现在在前面呢 看到大检阅 依然是有一个马身的 这个领先优势啊 紧跟着后面的两匹马 一匹健康宝宝 一匹梅沃尔 现在都开始发起 最后的冲刺了 先上来的是健康宝宝啊 打鞭啊 但是有点影响到 这个梅沃尔的走势 梅沃尔顺势带到内侧啊 去找位上来 在前面呢 大检阅依然在坚持啊 分枪以后 马匹有反应啊 后面追上来的有星驰 里面是健康宝宝 两匹马去追这个大检阅 大检阅还能顶得住 大检阅先到终点 两匹跑第二第三 非常接近的 有星驰以及健康宝宝 后面呢 就有梅沃尔上来 还有一匹星驰 然后是这个 人人手掌 再来呢 就是 赌一把 然后水汪汪 国金银河 青云之上 跟着就是举杯黄环 还有一匹空马 回来的就是顶级秀了 星驰好像有一个鼻尖是吗 再看看 不一定 很难说要看照片 这个线太粗了 看不清 总之 第一名就是大检阅 对 大检阅是一领到底 大检阅上个星期 大热倒着之后 今天终于可以 马了 而且是把刚才那一场 找回来了 大杀嘛 对呀 真的是 然后梅沃尔就跑个第四了 没有什么威胁的 没威胁了 只有第二名第三名 在最后阶段冲得不错而已 然后就是11号人人手掌 非常正常的赛过 然后有一匹追马 搞得发 稍后 我看应该蛮严重的 现在它还在地上 救护车已经赶过去了 可能后面的座器要异配了 我看